都是宗教圣事 我们先来看到大甲妈祖 九天八夜绕境 目前已经回轮到台中清水了 而有信众发现 轮轿上多了一块金光闪闪的金匹额 是有20块以上的金牌组成的 都是企业主门送的 而当中最大面的金牌重达36辆 初估是有269万元 根据了解这面金牌是政商名人 军约基金会创办人吕崇明送的 他去年就有送大块的金牌了 而今年黄金价格飙涨 但是为了感谢妈祖保佑 在贵也照样送 大甲妈九天八夜绕境 进入最后阶段 回轮走进台中清水区 轮轿上多了一块金光闪闪的金匹额 仔细看是超过20块以上的金牌 所组成都是企业主们送的 其中在金匹额正中间 最大面的金牌重达 36辆 以最近迎楼黄金卖价来计算 光最大面的金牌 不包含工资 价值大约要269万元 而这块金牌 妙方说是群员基金会创办人 吕崇明送的 他是中部地区政商界名人 开建设公司起家 事业版图跨足有线电视 房地产黑白两道都吃得开 去年他也有送大金牌 今年黄金涨价他也照样送 感谢妈祖庇佑 而整块金牌额里头的黄金大小不一 如果加上工资 价值可能破3000万元 大甲猫软叫下午4点多会回到大甲区 祈福老季 预计晚上11点多左右回到镇南宫 进行回嫁暗座电历 华西文铃声 史玉文章制作 SNS少主台中报道 哈喽我是叶明 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 请订阅华西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